今晚煮油甘魚膠 打算煎或者焗 這塊我吃了兩塊 一條雪藏 有七塊 多少錢呢 220元左右 即是為 30元左右 但是真的蠻好吃 一般的雪藏魚有股怪味 它是沒有的 雖然貴了一點 但是好吃 比起那些臉魚柳 就算那些 其他什麼比目魚柳 都是有問題的 可能是來貨的問題 說漏了一件事 為什麼會吃呢 因為我妹妹最擅長購買這些東西 她介紹 解凍呢 你可以放雪櫃下面解凍 那我今晚吃我打算快一點 浸在水中解凍 浸著我想半個小時左右就 搞定 解完凍 看看用不需要刮鱗 它的鱗是很小的 有些人說不用刮 因為很小的 小到幾乎不知道有沒有那麼小 是有的 大家看到嗎 有些人說不用刮鱗的 因為他說通常人們不吃浸脾 那麼難刮 之前買了這樣的刮鱗器 多專業 看看好不好用 先試試看 不錯感覺 不錯 這輪這麼小塊 可能煎了吃得也未定 不過不管我喜歡刮 刮完就 沖沖 這些 應該聲響響的 就 刮掉了 好 搞定 撕乾淨洗乾淨 5塊30塊塊 即是850塊 那麼多肉都刮刮的 醃就 加些鹽 加些胡椒粉 就可以了 我現在叫做純白胡椒粉 100% 我之前加很多 真的好強 所以加一點 腸 太腸味 不同那種就混了粉 胡椒粉完全兩樣 醃回去15分鐘至半個小時 煮得 今天我就用兩個方法煮的 一個就用這個氣炸鍋 印乾水 印乾水很重要 因為如果有水 不是那麼容易 焗得香口 因為你一路焗一路出水 它的溫度提升不了 打算焗三塊 似乎 不行 焗兩塊 那就算了 因為 不夠位 剩下三塊 我就用第二個方法 就是簡單煎的方法 這樣就算了 拿去焗了 不會塗油 預熱的爐 我就交到最大火 200度 焗到它 焗多久 20分鐘左右 看看它 最主要就是看看 香不香 肉我又不怕它不熟 因為魚肉很容易熟 那一會兒 有空就裝一下 好 都17分鐘看看它 差不多 應該熟 氣炸鍋 就可能 溫度不是 幾夠高 看上去不是很香脆 這樣也好 又可以 玩多樣東西 玩什麼呢 我有支噴槍 有支噴火槍 噴一下 我見很多人都噴 噴火槍大家有沒有用過 其實好像很危險 開火 黑鍵 多厲害 整個燒烤佬 關火 搞定 千萬不要觸碰這些位置 很辣 一噴即焦 可能大火 燒熱的油 牛魚 印乾它 魚魚 鋪魚 我會不會煮 不足夠的位置 不過沒辦法 盡量都要製進去 煎三塊 真的鋪魚 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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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煎不到 很麻煩 沒辦法 按下去 转一转位置放不回 看一看,这就这样放 这样放 搞定,又放得回 有些位置都不煎得很好 这些位置 锅不够大也挺麻烦 那边又煎了3分半钟 夹夹了,煎了6-7分钟左右 薄一点,应该熟到 又到试食时间 这一块有小妹帮我买的 叫做油甘鱼胶 这一块大约30元左右 煎的,你看看好不好吃 比起平时的雪藏鱼 用手,有纸巾 那些柠檬大一点也不够 蛤?柠檬欠西构? 这个很柠檬 那些皮也挺漂亮 那些人说很硬的 味道如何? 煎了柠檬 等下吃一块不爱柠檬 那些鱼呢 鱼呢 鱼本来就好吃 但是呢 鱼肉身不好 鱼 鱼 我没吃过这只鱼 煎得很香口 味道如何? 味道呢 煎好汁好像又不适合味 要煎豉油? 够味 30元吃不吃得过? 吃5个 我不会买 我喜欢买街市的鱼腩 那些鱼腩更好 下次买鱼腩更好 这个呢 用些汁煎泵回去或者好些 自己做味 调味 蘸些豉油 蘸些汁 煮它 可能会更好些 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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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说到不好吃 我又试试 可能她不喜欢吃这只鱼的质地 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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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我给鱼鱼的分 在雪藏鱼当中 有85分 剩15分 是因为我的火候控制得不好 可能 但是也是好吃 下次不给娘吃 浪费 一定要 1500分 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